存成图片档 接着呢我们再把其他的这些图片 或者是照片呢 把它放到画面里头 那以这张来探呢 我们可以去改变它的属性 把它的背景 边框都把它去掉 那因为它是一张透明图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 制作出这样的一个效果 完成之后呢 我们先做一个存档的这个动作 那以后呢 如果我们还要做修改的话呢 会比较方便 把它做一个储存 那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画面 变成一个图片档 所以我们用这个列印的方式 那我们选择第一个图像 它的预设值呢 档案类型会是这个png的 那我们先给它一个档名 那我们按下储存 接下来呢 我们会看到的就是这一个 汇出精灵 汇出图片的这一个对话框 那这边我们会看得到 你可以去选择你的大小 或者你觉得就用这样的一个数字就可以 那比例词模式啊 通常我们会选择保持比例 那这样子的话 会让我们的这个图片 看起来比较不会有一些 比例失真的这种状况出现 好那我们按下完成之后 它就会告诉我们 这个输出完成了 那这个档案呢 有多大 这个容量有多大 那按下确定之后 那我们可以在这一个 我们的加募录里面 就看到我们所制作完成的 这一张生日的卡片 好那我们的结果 这一张生日的数字 之佛 是 是 跟这一样 感谢观看